怀疑大世界带您关心 以色列对加萨动无以来 当地平民现在终于等到了 稍微喘息的机会了 美方证实 以色列军方同意从10号开始 每一天会在北加萨 战术性的停火4个小时 并且会设立两条人道走廊 让平民加速可以撤离到南加萨 但是美国总统拜登也坦诚了 原本他是提议乙军 要对加萨可以战时停火 3天以上的 虽然现在每天停火4小时 还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但是当地的人道危机 还在持续的扩大 同时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 宜军跟当地的武装分子爆发枪战 至少造成14个人死亡 炮火声不绝于耳 宜军突击部队压进北加萨 地毯式作战 宜军甚至公布影片 声称参谋总长哈勒韦本人 进入加萨境内视察部队 国际社会喊了好几周的停火 终究没有来 但现在至少能让当地难民 有稍稍喘息的机会 由美方率先公布 以军时好起 一天人道停火4小时 每天在北加萨不同地区实施 让平民透过两条人道走廊 加速撤离到南加萨 不过以军强调 这是局部的战术性措施 绝非任何形式的停火 难民聚集的加萨西法医院外 10号凌晨又传出巨大爆炸声 引发恐慌 拜登在最新谈话中也坦诚 要说服以色列战时停火 相当费力 拜登透露他原本提议 以军对加萨停火三天以上 以利人道救援 疏散平民以及解救人质 现阶段虽然只换来 以军临心的战时停火 但仍表示这是朝正确方向 发展的重要一步 巨大黑烟 大批民众仓皇逃命 这里不是加萨 而是原本相对平静的巴勒斯坦 约旦河西岸 以军对当地捷林市最新一波突击中 与武装分子交火数小时 造成至少14人死亡 虽然声称反恐 但承受枪林弹雨的当地平民 对以色列的怒火进一步升高 Johnny to be